东方喊外抖音是风口 到底这个风口跑到哪里呢 今天特别要找到在TikTok电商直播 做到全美国第一的顾老板 他1992年江苏苏州人 关于TikTok有哪些赚钱模式 直播又是怎么做到第一的如何选品 反而本地化的困难的挑战 普通人如何抓住记忆赚钱 看完这期视频 你将知道TikTok最新最前线的第一手资讯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仓库加几个直播间 大概另一个办公室在Ellenham有7个直播间 然后在纽约有3个直播间 纽约我们也做一些代播客户 比如帮我们的合作伙伴卖假发 去年我们大概在自己卖货上 大概做了1.2个亿 今年希望自己卖货增长目标没有很高 大概就1.5亿 就23年之前我们卖货 大概90%都是卖自己的货 但今年我们发现我们在TikTok上的能力 尤其是我们的直播能力 可以予以我们的合作伙伴一定的帮助了 帮合作伙伴卖货这件事 大概今年能够从几百万的状态 大概能到个1.5亿左右 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尽快地能够抓住这波红绿 尽快地能够成长 我们看看什么叫仓波 对其实你看最早的 全部就是这个晃筒 对它是一个振动器 然后打开之后 里面的米会不断地浮上来 水晶会都沉下去 现在是因为平台本身限制这个晃筒的存在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晃筒在中国 我们这个桶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卖过70万美金 泰兰大概一个桶 一个月能卖200万美金 我们是大概水晶行业的第二 所以很神奇 就是水晶的工厂里 它就是一个打磨水晶的工具而已 但是它看起来确实很切中了 人们这种开盲盒的兴趣 现在的我们的模式 完全就是变成了一个peak的模式 就是你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晶石 就是用户可以在播的过程中 跟他看上什么 跟他说我要什么什么 没错 点成一个package 然后直接打包 我们认为美国的直播模式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 还是仍然需要大量的这种互动性的玩法 甚至我们称之为叫余波式带火 在中国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今天全都是过快 就是我给你推荐这个介绍这个 怎么拆解这个产品的使用 而在美国 今天更多的用户把tiktok当成一个是内容平台 内容平台天然要具备优质内容的能力 所以我们叫余波式带火 是因为它本身具备 切中内容属性的几个数据维度的标签 比如说这个直播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用户来挑 因为用户跟我们不断在互动 互动能带来直播间的流乱不断上涨 就是能带来不断的退流 另一个维度 用户下了一个订单之后 他要等待 一个等待就会增加停留时长 但如果他这样子看的话 他怎么去定价呢 你看有个称 卖瓜子是差不多的 其实除了这些高货 比如说它是特殊的雕刻键 它有单独的价格 但是至少在今天 唯一能够跑通且能盈利的模式 在美国差不多就是这种 大家都看过tiktok上很多卖假发的 其实后面几十个号码牌自动选 你发现它也符合这两个逻辑 第一用户要不断互动说 我要你选试带哪一个 第二我要你试穿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停留等待你的试穿 所以这样又拉长了停留 很好的保留了客户停留的时间 但即使是像你说的那样 就每小时的产出能力有限 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产出能力 比如说每小时能卖个300美金 或者500美金 500美金大概你这么想 一个主播加上命运的成本 一小时的成本大概就是7到80美金 也就有一小时我做6单就行 10分钟我出一单就行 然后500美金的话 也就是我一小时能做10单 10单也就是6分钟一单 完全cover得住 我们平均做一单的时间大概就2到3分钟 这个模式也会跟产品也有很大的关系 像这个水晶就很适合 水晶的利用率到底是有多少 产播的时候 平均毛利率也就是4% 50% 做得很少了 我们定价空间又回来了一些 所以现在大概能有6-70的毛利 那有错 不算高 就是这个品类 我认为它应该在90%以上的毛利 就需要大量的备货 尤其是本土备货 中国运到美国 中国采购好 然后运到港口 港口还运到美国 美国提贵提贵在仓库上架 如果低于8吨的货根本做不了 我们第一批就用了11吨的货 才可能来诞生第一步的起盘量 不有货存的压力 就是商怕你一次性要买个8吨 或者是采购成本就是2到3万美金 一吨一次性投入大概要3-40万美金 我们大概到现在也卖了6-70吨了 选品是特别重要一个环节 对没错 就是你对品类的理解深度 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我对水晶的理解还是差的 更觉得如果我作为创始人爱上这个事情 更容易让这个事情在逆境的时候 而民不赚钱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库存危机的时候 仍然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创业者和美国创业者最大的区别 就美国很多创业者我看到的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热爱 很多人说美国人不卷 不是 你到硅谷去看 很多的做AI的做智能的做火箭的都加班非常严重 不是他们自己非常喜欢加班 而是真的从心底里他热爱这件事儿 我们当然是为了赚钱 但是有很长的时间是赚不到钱的 对吧 所以你热爱就成了你最大的动力 这些都是打包好的一些保股 我们其实有一个口红就卖了10万之后 TikTok的第一大的第一个hero product 他们就要称之为如果你这个品本身卖的特别好 他就是hero product 以前纯线不明显 纯线很薄 图完之后呢 纯线立马风银了起来 你直播卖 除外呢还有找达人 主要市场上的业务形式是达人加短视频 主要让达人发短视频来带我们的货 一种是直播卖我们自己的货 第二个化我们其实做的最多 当然在美国市场里应该我们也还是最大的 然后第三块呢 通过广告投入的形式 来让前两种素材加热 并且形成更多的销售和更好的广告转化 差不多每天都是中午12点开播 然后晚上的10点到12点左右下播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最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兼职加起来全美国有70个人差不多 全职每天在播的大概就是20个吧 对这些是美妆的直播间 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自由品牌 我们的卷发棒 这个听说肯定很火啊 卷发棒 这个卷发棒它是那种你按按钮之后它会自动卷的 还是符合平台内容属性的波及 当你把这个头发放开的时候 它垂下来那一秒 就是转化的那一秒 对这个是达人家短视频 有一些新的品要上线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担心这个品如何 所以我们这里面出现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 叫基础销售量 那这种基础销售量通常会用通过打折 通过我们直播间售卖的方式 来去让这个商品先具备一定的热度 然后再让达人来去做直播的时候 他们更愿意来做这个品的转化 感染你的那个选品的一个逻辑跟流程 主要靠运气 我觉得运气占有很重要的成分 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对市场的认知 比如说看人群 美国是什么人群在TikTok上买东西 为什么有那么多西语的主播能买东西卖好 可能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7000万的这个登记的Latino 大概还有一千多万的每登记的翻墙过来 每天还在源源不断的有1万多人在走线 就是你如果一定要在美国定义出一个下沉市场的人群 那就是Latino 对吧就是Latino的 而是说认知下沉和消费的消费的习惯 中国人反正赚了钱 还藏着做做理财什么的 美国人尤其是白人就是收入高 但是也不超过消费 Latino是真的有多少花多少 还要赚8000要花1万 我在17年的时候就去了7个西语国家 然后去西班牙很多地方去很多南美 当然做这样的生意比较舒服 就是它是很冲动消费的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很愿意买孩子又多 你能offer给他生意的机会就很多 就面对这样的人群 其实你要提供这样的人群对应的客单价和平 就今天我们的美妆是卖三美金一件的 你说在美国有多少人会买三美金 华人也不买华人也不买 那Latino喜欢多种多样的 不care品牌 只要丰富性就好了 但是我们又做的其实都是彩妆不做护肤 为什么 因为Latino对彩妆的需求 远远大过于所谓护肤的需求 或者女性今天对于很多护肤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的对品牌性的要求还是更高的 最重要的是对于客户群体 明确的划分 客单价的划分 对产品的划分 人群的匹配 有时候会有一种蹭热度 当然是吧 我们所谓的能具备一定的流量能力 可不就是蹭热度的能力吧 对吧 99%的苦和1%的甜 但是创业那1%的甜就够了 本来就是 接受苦是日常 甜是馈责 创业之前做过什么工作 在京东待过三年 京东乐丰网为品会 所以构成了我的职场生涯的前五年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时候 2014年 我们自己做了个up叫need 也就是我上一次创业 家公司也融了大概1000万美金 后面就卖掉了这个公司 就卖掉了 全世界看我家没溜过学 不如英语也不好 更别说西语 那现在我差不多西语 已经能跟主播日常沟通了 我们的生意70%的购买用时代的听懂 主播基本上都会说西语 这个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市场 你当时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公司 我们这家公司是2020年的 11月26号做的 就黑舞当天 就Bone to be Black Friday 为黑舞而生 对 20年我们确实来美国 那时候推特还没有就是进入这种电商的那种 没有还早得很 后来21年我们做广告头发的时候 大概一天也能卖个5到10万美金 就一个爆品出来很容易的 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我们那时候批量的见剪辑团队 但这个业务模式 其实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它的问题 就是它的偶发性太高了 就是你不一定爆火的时候 没有爆单的时候 没有大爆品的时候 整个生意现场就会面临冷静的多 21年其实上半年4月份 8月份浪出了英尼 8月份浪出了英国 然后我们做美国的半闭环肯定是第一家 是21年的10月16号 那时候还是半闭环的模式 中国tiktok导流到shopify来拯救 第一场美国电商的直播是我们做的 2021年的10月16号 这就是你创业第一年21年让开 22年有什么 22年的三月份 因为我一个人来了 开始打本地团队 开始做本地化的直播 Jennifer是那时候就跟着我们的主 在我们这已经播到两年多了 以前是个贵姐 就是美妆贵姐 全闭环的整个流程到底是怎么样 特别简单的理解 半闭环就是你点击购物车 然后加入购物车 其实最后它跳展到shopify上 成交虽然还在tiktok的闭环体系内 但它是一个web业的形式 跳展了第三方的业美成交 全闭环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一个店 所以你直接在平台内成交 这就是半闭环和全闭环的群 23年的9月16号 平台也把这个外跳shopify这种形式给关掉 所以现在就是都是全闭环 其实全闭环开始 是从22年的11月份开始的 我们其实做全闭环应该也是第一家 22年的11月11号 但美国真正爆发 其实23年的3月份开始全面放开 然后2023年的6月份 开始大额进行补贴 补运费 补优惠券 然后很多的品牌迅速就起来了 而在这个过程节点中 其实很多的亚马逊卖家进来了 货盘迅速的充裕起来 但是不是很多亚马逊的货都好卖的 市场的现状就是 亚马逊卖家该进来的都进来了 但能出来的爆品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也确实认为 为什么我们在坚持做这样的产品 或者我们在找这样的 这个卷发棒这样的产品 因为这样的产品 它是在亚马逊的展现形式是并不好的 而在TT上 它天然会有更好的那种展现 所以风口去风口 那到底现在这个风口到底跑到哪里了 我觉得整个市场红利期大概有个两年左右 真正这个风口开始 也就是从2023年的6月份 一直回到2025年的6月份 你看来现在还是在很好的一个风口期 对 整个大市场的风口 广义上来看是这样的 但狭义上看每个阶段的品类的风口 是不一样的 每个阶段上的销售模式的风口 是不一样的 用直播端来说 是会先素人商家素人博 商家自博打远博 品类形式上 会有各个更容易进入的品类 比如说更切人性的 赌博肯定更容易进 比如今天市场上卖的最好的肯定是卡牌 当下TikTok的整个生意盘大概80%的JMV来自于转视频 20%来自于直播 但是20%的直播里面大概12%到13%是来自于卡牌的 因为它更接近于人性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年 无论是我们自己预判 还是平台本身自己的规划也好 肯定是直播这一大年 所以在这个全币版的整个流程中 你觉得哪个环节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现阶段来看还是流量 上一个阶段 比如说过去的半年 肯定是最重要是货 谁有货谁就赢了 那个Sway Finisher 他们一把椅子卖了15万只 谁会平白无故在美国背15万只椅子 五只椅子都不会背 一定是有亚马逊作为基本盘 或者有独立站作为基本盘 来去做自己整个库存深度的安全量 我就卖个风筝密 卖了10万只 紧张的不行 下个阶段是本地化的流量的理解能力 无论是短视频的内容的理解能力 还是直播原生感的内容的能力 这两者都帮助很多商家能够快速促成 本地原生感的有具备信任度的 可以规模开播的这种直播形式 那如果直接用广告投入的方式 DT本来是个内容平台 任何的广告投入形式都建立在内容本身不错的水平 那请你回想一下 就是你深耕美国啊 清晴当回主的 你最开心最兴奋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一时间的兴奋肯定还是爆单吧 长时间的兴奋还在于 业务模式的探索有一个方向性的信号 我们楼下的那个水晶打包整整一天 才能包完一吨的货 就一天卖了一吨 对当然兴奋了 我想都没想过 我能以吨这个定量单位来卖水晶石 一天大概卖了十几万美金 然后美妆也是一天爆了5000单 整个把公司堆得跟山一样 24小时不停转 我们的直播间是 就是别人觉得 美国人觉得这个公司干穿交的吧 一天美妆大概也卖十二十几万美金 那中间也没有一些 你们亏过钱的时候 太多了 所有的高涨之后 都会迅速带来这个亏损 我举个例子 打包工人 你也不知道他这小时摸鱼也没有 一个打水晶球的包 还是打了那个16个水晶小东西的包 这里面只要有人性的地方存在 就会有墨浴的地方存在 然后美妆我们那个墙边有一 一墙的身体磨砂膏 我知道他们这个叫耻辱墙 不卖完钱 不允许把那个货离拿开那里 又重 又只能卖个四五美金 那堵墙卖了一年 就那堵墙上的所有的磨砂膏的钱 是我一年前投进去的 我到现在也没有收回来 我认为第一种那股是最重要的 是现金融为证是最重要的 周转是不是足够快的 而且还有很多 平台也做一条额子 短视频的量大好 而直播的量没有好的时候 平常不给直播推流 有没有个work even的线 大概是三百美金 但是今天就是每个小时 只能卖个一百美金的时候怎么办 那是硬亏 会有阶段性 这里亏一点那里亏一点 对 我们这个行业 我的感觉就是一年大概三个月的挣钱 然后用九个月的时间去没本来给亏钱 最后年底一算 亏得差不多 今年没百干 我们甚至非常乐意的 给这些兄弟们分享美国的坑 但是所有的坑 我说是没有用的 必须是大家自己自己踩一遍 大手一回开了十个直播店 然后现在干了两个多月回去了 跑不出来模式有问题 主播有问题 前面第一波人有问题 每个阶段 它的都是有深维度的成长的 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跟得上平台的成长 跟得上这个行业阶段的成长 你目前觉得面临最大的困难就很难 前两三个月前 最内耗的事情在 我到底是要做品牌还是要做服务 后来我觉得这两者并不冲突 流量模式确定就行了 我是干直播的 跟中国人去比谁更卷 我卷不过 我跟每个人比 我肯定卷得赢 这就是差别 短视频肯定都在中国做 直播肯定都在美国做 好了我们应该是刷 回来我们现在到了午餐时间了 现在跟大家一起聊点茶余饭后 正经画面不能说的东西 讲到困难我们就去吃饭了 因为如果讲完困难会觉得吃不起饭 困难都有很多 供应店的挑战 业务的挑战 其实今年我面对最多困难是纠结 在以前因为行业不成熟 行业早期入局的人少 所以我们自己从头到尾什么事都干 从选品到测评到采购到海运运输 直播短视频卖货 再到最后今天行业开始成熟了 入局的人多了 角色开始分工了 有人在过选品测评的事 有人在过采购的事 有更多的货盘进来了 那我们要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现金流周转不动的时候 要去借些钱的时候 这些问题一点都不困难 这钱是最好解决的事情 最难解决的事情是 就是你要用钱干什么 或者说钱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因为有融资投资人 也不是 其实我们融资投资人的只是很小一点点 我们一共融了三轮钱 几百万美金吧 大几百万美金 我们生意规模远远超过了那个钱了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赚起来了 就是能去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个必备条件 而非解决困难本身 也不是在钱 我觉得不是在钱 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 就怎么样可以抓住滴滴这个机会去赚钱 对相关的跨境电商的从业者 比较相关的一种方式 这个品牌的基本盘很重要 你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已经具备基本盘的能力了 比如说你的货盘 你的货是不是已经有了 如果你已经有货 那就去看你的货 怎么匹配起这个渠道的哪种销售模式 第二种 你跟这个行业完全没关系 你就是觉得它是个风口和机会 那就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做服务的机会 比如说你有货 那我来想办法帮你卖 无论我能拍短视频 还是我能找达人 还是说我能在本地帮你找直播 都是一个不错的服务形式 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 后者开始更容易 前者结果拿的会更大 你觉得在一些本地化的情况下 会面临哪些挑战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文化的充分 我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才能习惯得了说 美国人的工作模式 我不能说中国模式更好 也不能说美国模式更好 中国人就是卷 但是卷的时候 其实有些事情是白卷 就是为了卷而卷 而很多美国团队的工作模式是本分 我们很多美国的同事 我开始很难理解 怎么倒点就走 你不吩咐我做这个事我根本不做 第二呢我觉得可能还是 对 对 刚刚我们讲到一个点我们在私聊 讲到一个点 很多中国老板最近开始来在美国做直播 有些老板说 我要选择一个看起来阳气高大上的地方 其实你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主播不好招 房租成本贵 因为人家你要租三年 所以给你的优惠价格 然后你说我要走了 我不租了 中国就是把押金扣掉就结束了 人家就是你要把钱付清 你要付清到三年的 Exactly 在中国很多人会说我们去跑水单 科技账号 就是其实你用的是假面单 来把很多没有付钱的运单乘运去了 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说 郭老板你们用一下 你们怎么不知道 用这个 我说我哪是不知道 我一年多前就因为这件事情 而受了巨大的坑 我们大概同时一天被退回了8000单 64万美金的货被退回来了 刚好那两天碰上了感恩节 都放假了 我跟我合伙人 我们两个人铺在地上 铺了8000单的订单 一个一个订单去找搜索 然后再重新下单 再换上面单 就是今天还有人来建议 我说做什么水单账号 我说你们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些问题 你跑得小 你知道还有问题 跑水单账号 去年洛杉矶好多个仓库里面被pover了 戴上手套就走 属于违反那什么 就是违反 因为你是欺诈他们国家游资 所以我觉得anyway 就是很多今天新到本地的创业者 在这些问题上 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困难之处在呢 就洛杉矶有很多人 就这么就进去了 这都是法力风险 但只是 你不能因为说 我出道贵的法力 不懂知识 就违法 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尊重local 的问题就是 你老想用着中国的方法 来做美国的事情 其实你在中国是想象不到 美国在发生什么的 那我们聊一下你生活方面 我看你就是创业 虽然也很艰苦到处跑 但是我也看你到处去旅游 然后你还有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也会陪着他们 你是怎么样去做的 平衡的特别不好 我觉得就是表象的状态和真实的自我 还是有很多的差距的 上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一个人带着女儿来美国 我不想让她不受爸爸的关爱 但是更不想不顾好公司的业务发展 因为今天业务发展需要我在美国 所以我父女两个人来美国了 然后我每天得送她去上学 然后在工作 晚上得接她放学 弄好吃的 我继续在工作 可能更痛苦的事情是 我每天还学会给她眨头发 就只是有很多时间花在了 看不见的辛苦的地方上 怎么办 这都是你选择的生活模式 你接受生活 你希望获得的更多 就得必须接受你得付出的更多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跟汽油袋 这个业务方向上很确定 2020年肯定要做美国的第一直播代货机构 无论是卖自己的货还是卖别人的货 20年我希望更明确这个差距完全拉开 深刻相信这件事 美国的本地化能起来 美国本地化的直播能起来 TitDoor能起来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务必订阅点赞转发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